1984年,荷兰著名的电子制造商菲利普公司将旗下的家子公司独立了出去 后来这家公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高端光刻机方面几乎占据了全球90%以上的市场 它就是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迈尔 与它的竞争对手相比,阿斯迈尔公司在初期并不占据任何特殊优势 那么它是如何一步一步打败竞争对手,成为拥有世界顶级技术的公司呢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寻找一下答案 光刻机可以说是一台集合了数学、光学、流体力学、高分子物理和化学等诸多领域人类顶尖技术的产物 目前最先见的7纳米EV光刻机大概有10万个零件组成 和我们一般认为比较复杂的汽车相比,其实汽车只有5000左右个零件 而且把晶圆加工成芯片需要3000多道工序 如果要保证最终的良品率达到95%以上 这就意味着每道工序的失误率不能超过0.001% 所以和竞争对手尼康和佳能不同的是 华斯曼尔选择跟其他公司合作 90%的零件向外采购 例如光刻机最关键的一个零件 反射镜就是由德国一家公司生产的 这个反射镜的做工可以进行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它的面积和德国差不多大的话 那么它最高凸起的地方不能超过一公分才算合格 所以这种经营策略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 它们可以迅速使用各个领域里最先见的技术 而阿斯曼尔就可以专注于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将各种资源进行优化整合 当然这种策略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 2020年去全球化趋势抬头 零件供应的不确定因素增加 而且目前半导体行业还在快速发展中 如果一个供应商没有跟上进度的话 就可能会让光刻机的研发进入停滞 不过就目前来说 这种策略还是力大于弊的 1965年 英特尔的创始人哥德摩尔发现 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梯管数目 大约每隔18个月就会增加一倍 换句话就是说 你花同样的钱 每隔18个月就可以买到一台性能是之前一倍的电脑 而为了达到这个效果 企业每年需要支付的研发费用简直就是无底洞 所以日本的尼康和佳能 很自然的就选择放弃了高端光刻机市场 而阿斯曼尔的选择和三星 英特尔 台积电等大型芯片企业合作 让他们提供资金 以此换取优先供货权 对这些靠着芯片续命的企业来说 他们也很乐意这么做 因为我国半导体行业起步较晚 所以跟他们相比 其实还有是不小的差距 目前我们自己研发的 可以量产出来 最先进的是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生产的90纳米制成的光刻机 这可以保证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有芯片可用 1996年 英国 美国 日本等40个国家签订了瓦斯纳协定 这个协定的主要影响就是 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出口有敏感技术产品的时候 就可能会受到其他协定成员国的限制 也可能这就是中芯国际 向阿斯曼尔公司订购EV光刻机 却实时不能交付的原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